哎呀 朋友们 飞机飞掉了 现在 到处去找飞机 最后的画面里面看到 有一座桥 所以准备先走到桥那附近 然后跟着桥再找一找 现在要在这处林里找一个飞机 难度太高了 大家看一下这周围 就这样子的 现在啥都看不见 飞机现在只能在这个角度 才能拍得到桥 桥在那儿 而且这样才是正对着桥的 这就是最后快掉的画面 如果找得到的话 还花几百块钱 因为买了保险 大疆还可以给换一个 如果是找不到的话 那就废了 就损失掉了 应该就在这哪边坡上 不会有岸冰吧 这里面有水呀 不是 你小心 这边又有河 有河 不要有河掉进去了 这雪太厚了 这角度应该就在这边角度了 我们顾测 这个飞机飞的应该是跟那个塔的高度差不太多 所以我们可能要往那个坡上面爬一点点 去找一下 因为看那个坡的角度 比较像那个最后的画面的角度 现在那个飞机还有40%的电 如果到那个坡上的话 我们可以 把它那个闪烁灯和报警灯打开 应该能听得到 不知道有没有作用 哇 这真的就成冒险了 小心小心 有没有手呀 那么 要是夏天的话 就不用找了 又找不到了 夏天就更找不着了 现在来到这个坡上了 看一下是不是在这块 居然有那个方向的 因为已经在飞的这个地方 没有信号 但是居然有能显示 跟飞机的方位 所以我们现在跟着方位找 应该很容易能找到了 就在这哪块 前面一点点 已经显示我已经到飞机边上了 马上就在哪个树上挂着的 飞机还有30%的电 刚才浪费了很多的时间 因为不知道要怎么去找飞机 花了很多的时间 结果飞机有一个定位 那肯定要注意安全 手机还有1% 已经找到飞机了 大家听声音 我看到在哪了 听到了吗 挂在一个树顶上的 我就把它摘下来 听得到声音吗 滴滴滴的 哎呀 到了 我就把它摘下来 这么小的声音的话 也没有人听得到呀 这是个问题啊 应该把这个抱紧声 设置的大一点 在这儿 哎呀 给大家看一下 哎呀 我这个胃肚子痛啊 哎呀 幸亏我跟冉大哥 我们俩一起 看了那个画面 就是飞机最后失踪的那个画面 因为飞机没失联 飞机现在电还没断 然后跟手机还连住的 就把那个最后的画面调出来 我们就在山上找 然后终于找到了飞机 蒋叶子都打烂了 哎呀 不知道这大将 还给不给修一下 像飞机还掉到树上呢 我们得想办法 把它从树上摘下来 手机就只有1%的电了 要是说再也没找到的话 飞机只有20%的电 手机只有1%的电 那就找不到飞机了 幸亏啊 在这之前 我们居然找到了 我给大家看一下那个飞机 在这上面 给我们一顿好澡 卡在那里了 从那底下爬到这上面来了 现在在歇会儿 再想办法把这个飞机给摘下来 现在准备回去 今天就不再给大家拍了吧 飞机感觉残了 残疾了 真的 先把它摘下来 这会儿这个报警声还在响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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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掉下来了 哎呀 飞机捡到了 刚才你来的 这看还是 这一匹给撕住了 还有一个叶片打烂了 不知道飞机是不是还是好的 飞机应该没问题 因为它是挂在舒散的 先收起来吧 还有遥控 遥控在这边 遥控另外是一个吗 遥控在这装一下 遥控在这装一下 遥控手机刚好就1%的电了 好 这种过河的话就有点担心 就是被踩到一个什么冰窟窿 它就废了 所以刚才我们来的时候就很担心 哎呦呦这走哪儿去了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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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走出来了 大家看一下想找一辆飞机在这山上有多不容易啊 四周全是山 这个刚才是一条动物走过的道 被我们踩成这样的 今天这个体验真的是挺奇妙的 我还买了一个大姜的保险 不知道它会不会给我赔 正好也用上了 没有想到 这种山里面尽量啊 一个人尽量千万不要来 山里面有那些动物的脚印 而且还随处可见的就是那些豪猪 这豪猪咬过的这种痕迹 哇 紧急啊 这路边上居然发现这么多紧急 等一下 这紧急为什么不飞啊 那个金红色的那个应该是熊的 熊的 一般都是鸟类都是熊的 比较长的比较漂亮 吃完这碗面之后 我们就准备下山去了